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秋季赛第二轮常规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阶段 各小组的晋级形势也逐渐明朗起来 在11月3号的一场B组的比赛 杭州LGD对战厦门VG的比赛中 赛后却出现了一段让人浮想联翩的声音 虽然B组的比赛热度不及S组 但由于导播的这一段骚操作 一下子让KPL联盟再次处于风口浪尖 一时间在各大论坛 网页都出现了草台班子的字眼 虽然陈轨和狂人两位解说紧急辟谣 但网友们依旧不买账 众说纷纭 这不由瓜主再次爆料 联盟已对当事人做出处罚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黄buff这个词吧 在11月3号打比赛的时候 就出现了直播打黄buff 结果没关卖的纠集翻车 我们都知道 没打完一小局比赛的时候 评论席和解说席都会对这场比赛 选手们的比赛表现进行点评 本来这次也应该是比赛打完 听完评论席 但没想到在嘉宾正在点评比赛的时候 背景音出现了生命大和谐的声音 没看直播的小伙伴不要怀疑 就是有男女在做爱做的事情 除了两个人打黄buff的声音被放了出来之外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话筒和麦也都没有声音 看上去像是发现了麦没关 之后急忙把所有麦关掉了 不过在评论席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听得那么清晰了 甚至嘉宾们在评论的时候都奔不住笑场了 后面采访的时候麦没有声音 更有一种一二到零的感觉 直接让大家坐实了 可能发生在导播室中的精彩瞬间 不得不说 这次发生的直播事故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了 不过看现在KPL的做法 应该是准备大事化小了 虽然赛后 官方也是将两支队伍第四局的比赛视频删除 但是却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如果心里面没有鬼 为什么在王者英帝和官方都找不到这段视频呢 官方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让舆论渐渐消失 反而从侧面确定了这次事件的真实性 经过两天时间的发酵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的议论也是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当天的采访席嘉宾02 声称02当天的装法有些凌乱 并且脸色还通红 就很像经历过这种事的模样 而且在当天的嘉宾中 除了出现在镜头中的三位解说 也就只有他是会全程佩戴麦克风 而世界的南方则是赛事的导播 而之所以会流传出这样一段声音 则是因为二人在做爱做的时 是一不小心按到了不该按的地方 这种充满漏洞的言论 在网络上却引起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相信 但是这一段听起来有些离谱又似乎也可能的推测 其实并没有真凭时据来证明 而且根据灵儿当天的安排 她完全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 很快灵儿就忍不住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热议 紧急发长文澄清自己当天的工作内容 但截止目前 官方依旧没有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具体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还有待商榷 目前大家也不能妄加概论 当这件事在网络上越闹越大的时候 当天负责比在解说的狂人也在微博上发声 称那天发出这些喘息声的其实是当时在解说席上的陈贵 并不是网友们猜测的种种离谱故事 而陈贵本人也在这次事件舆论达到顶峰之时发出声明 说这些声音真的就是自己的呼吸声 各位兄弟也不要再乱猜了 但是看来那场比赛的小伙伴们却并不买账 原因也非常简单 虽然当时喘息的声音并不是特别大 但如果认真听的话还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大家也都不是不懂 B组的比赛虽然不如一些S组热点比赛观看的人多 但是也说不少了 保守估计几十万应该还是有的 我们翻开当时的弹幕就可以发现 好兄弟们耳朵都是非常灵光的 是男是女不至于全部都听不清楚 再加上官方后续的处理 在事件发生后整个比赛的所有人声脉都紧急关闭 甚至连采访期的脉都关掉了 就更有一种以耳道灵的感觉 当然我们的网友肯定也是没有这么好骗的 再者说 这声音要是陈鬼自己一个人就能发出来 那在老色批网友的冲击下 陈鬼的直播间人气 估计早就突破千万甚至更多了 比赛的现场出现不明声音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 哪怕这件事情和KPL赛事本身并没有太多关联 但只要发生了 就必然会对赛事本身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且这种堪称火爆的事件 就算官方不发布声明 事情也不能就此作罢 其实在网络上 大家的看法都非常的一致 对于比赛中出现的这些声音 肯定不是陈鬼老师简单的呼吸声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又或者是大家真的听错了 就不得而知了 只能靠大家自己斟酌了 当然这些都是网络上的传言 真相如何 我们大家懂得都懂 后续在网络上 其实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全新的版本 有人承接到知情人士透露 这件事情基本上还落定了 而真相确实和大家想象的一样 这个声音并不是陈鬼的呼吸声 不过设置的双方 并不是大家猜想的零二和导播 而是另外一个小领导和女士牺牲 目前KPL联盟也对这件事做出了紧急处理 设置的那个女士牺牲肯定不会留下来 现在已经被官方所辞退 但最后估计也就是个内部处理 而过程和结果想必都不会正式公布 因为公布也就变向官方承认了此事 这样的话 那涉及事件的小领导 也就没有办法被保下来了 而对于这件事 其实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版本的评价 有人说有时候大事话小 并不代表把观众粉丝当傻子 之后各种引导呼怒人 当务之急是先把在导播室 那么勇的人揪出来加以处置 现在联盟各种掩盖事实 引起网友们的讨论 只会把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大把了 得不偿失 也有人或悉尼 称看比赛的人更加关注的 应该是比赛结果 或者是选什么的状态 根本就不是这种意外的事故 所以不论如何 还是希望以后 不要在比赛直播里 出现这种奇怪声音了 也希望王者流耀 在未来变得更加红火 这样的言论就显得非常不负责任 只要是粉丝 无论是谁 都希望联赛能够走上正规 越来越规范 也越来越精彩 但是如果连这么低级的事情都会出现 那么又怎么可能越办越大呢 连细节都不注意 何谈变大变强 不得不说 虽然柯代表并没有特别的关注KPL联赛 但是仅仅日常的收集素材的时候 就经常性的听说联赛官方 甚至是比赛当场出现事故 作为中国目前最火热的手游官方赛事 居然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可以说官方的人员还需要好好的努力 当然还有阴谋论程 其实这些事故都是官方直接故意搞出来的 不然这些事件的时间都太过于巧合了 在路亚路世界赛开始之前 KPL也中规中矩 虽然热度没有LPL这么高 但也算是在稳步的发展 但是在路亚路世界赛期间 出现了一大堆的事故 说暖阳是野王 说猫神是病猫等等事件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直播现场 生命大和谐事件 这么巧合的时间点 难道不值得细评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同学们 我们下期再见